然後這個新娘子就這樣子 從門一打開之後有沒有 然後她開始摸了燈 一摸的時候 啪一下 燈亮了 接下來就看了一下上面 沒多久 天又黑了 天又黑了 因為她要被人家看破地 然後就聽到打雷的聲音 這個打雷的 那是她的頭 好不好 那是她的頭 好 再打下去會出人命 等一下我就要救護車 等一下 他們家有歹徒嗎 不是 其實有沒有 看這個棉被的 跟拿這個棉被的有沒有 其實有沒有 都是她老公 所以剛剛那個打新娘的是老公 新郎打新娘 我以為新娘回家遇到賊 一開始新娘子也是遇到賊 等一下 他真的是拿這個鐵盆子 在打 對 的確是拿這種鐵盆子 他剛剛那種撞下去 那是往死裡來打 簡直是要命 而且打腦袋 她就不斷地這樣子敲 這樣敲 敲多久 敲了大概差不多 快一個小時 然後敲完之後的話 敲完腦震盪了 把棉被拿開之後有沒有 那個女生已經昏掉了 當然啊 誰可以這樣敲一個小時的 好慘 已經昏掉之後 結果 你看 你想想看 什麼樣的新婚的老公 會對這樣子的老婆有沒有 這樣搞的 就是你把她打到昏倒在地上的時候 還性情她 什麼東西啊 對 性情完之後呢 結果等到這個女生開始甦醒之後 這個老公就會開始講 他說 你穿那麼花枝招展 一定在外面偷棄 你在外面有沒有 背著我有沒有 在外面跟別人 才結婚一天不是嗎 是 才結婚一天啊 才結婚一天 如果今天換成任何一個女孩子 我想都受不了 一定會講說 我要去告 對不對 可是人家記得 在民國87年那時候 家暴防治法 還沒有通過之前的時候 很多的女孩子都是 所謂油麻菜子命 就是我今天講 給她的話 都很認命 對 更何況的時候 當時那個醫師是 等於算是天之膠質有沒有 所以 而且再加上 說實話她的很多老師們 都跟當時的政要 是非常熟悉的 這更糟糕 更糟糕 是 那為什麼 各位在想說 為什麼她會用這種方式來打她 我請我跟人家揭發一個密語 常常會講 很多都隨著高級知識分子 他就隨著高 高智 高智慧型的犯罪者 他為什麼這樣打她呢 因為 第一個 拿這個臉盆對不對 加上 蓋了這個東西 這樣敲 沒有外傷 喔 是這樣 但是棉被會受傷啊 管你棉被什麼事情啊 棉被受傷沒有關係 是的 對 你要不要試看看 可是我光聽你這樣子打手 打個幾下 我都覺得手一定很痛 哪竟然起打腦袋打一個小時 對 這樣子敲了下去的話 很痛 好 不用 然後但是她真的不會受傷 因為你驗不出外傷來 然後你知道她這樣子打 她老婆打多久 長達半年 還不是一次 大概每隔兩三天的時候 就打一次 然後每一次的理由都是一樣 她懷她老婆在外面偷人 這樣 其實這個男的一致有很嚴重的 心理的缺陷 這樣 那後來是怎麼被發現到的 是因為有一天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的媽媽有沒有 想說奇怪 怎麼有段 結婚婚後三個月之後 就發覺女兒 女兒也 不是怪怪的 是連聯絡都不聯絡 前面一開始的時候 覺得怪怪 那後來的時候有沒有 就覺得女孩子怎麼不聯絡 有一天的時候就 故意就這樣 你知道媽媽都會煮 燉個什麼雞湯 故意讓她家裡面去看一下 終於 按了半天的電鈴之後 終於那個女兒就開門了 開門之後發現她女兒有沒有 慌生 兩眼是直的 慌生 然後講話有一搭沒一搭 這樣子打半年應該都打糊塗了 對 更可怕的地方是怎麼樣 是不是 她看到她這個女兒 後來跟她講兩話 沒多久之後有沒有 慢慢慢慢的縮到了牆角去 蹲著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發芒發芒走過來 然後就這樣蹲著 就這樣蹲著 然後再發呆 然後她發抖 還在發抖 跟她媽媽講話都這樣 對 然後就這樣發抖 後來這個媽媽就覺得不對 不對之後就講說 那好了 我把妳帶回 妳回娘家住幾天好了 那先打電話 她就打電話給妳老公這樣子 結果打電話給妳老公的時候 這個醫生還在講說 我跟妳講妳女兒 其實我很早就想告訴妳 這是岳母 我真的對不起妳 更對不起妳女兒 她的工作壓力太大了 壓力大到有憂鬱症 我一直想辦法 要能夠去那個 去就是把她處理她 這樣子 就是有一些什麼 好的醫療照顧 可是沒辦法有沒有 她還是有沒有 繼續惡化下去 一開始這個媽媽還以為 推到老婆的問題 對 一開始媽媽還以為是 真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她知道她女兒 後勝心很強這樣 所以一開始當天也沒有帶回去 當天又被捶了一次 她說原來還找妳媽媽來告狀啊 這樣子 然後又被捶了一次 後來的時候是真的是 有一天 這個女兒就真的是不行了 就打個電話回跟她媽媽講 用非常虛弱聲音講說 媽妳如果再不來救我 我真的會死在 死在家裡面 後來她媽媽是帶了警察 她立委助理一起衝去她家 把這個女生救出來 救出來之後 這個女生後來之後 就在台北市立兩養院 就是我們對精神病患的 在做安置的這樣的一個醫院 然後就在裡面住 就住了多少 住了大概差不多有 也快要將近半年之類 被打了半年也得去住個半年 我當時在跑這個新聞的時候 是這個女孩子 她已經住進去三個多月 所以你親眼跟這個女生 有接觸過 我有問過她整個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想去嘗試 我再次了解一下說 這個男主角 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剛剛講說取證很重要 這個女生從頭到尾 她沒有辦法能夠取證 對 她都已經打破了 手機都來不及找 對 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在家暴法 做草案在草泥的時候 我曾經跟著這一批的 所謂的 就是包括我們國內很優秀 一些律師 法官 檢察官有沒有 跟著他們到紐約州去 去觀察他們所謂的家暴法庭 跟家暴法的相關規定 其實我是在參與草泥其中的一位 這是一個宗教的一個案子 那個時候的時候 就是因為找不到一個證據 而且另外的話就是 早期所謂的這種 法院要受理這個家暴的話 要怎麼樣你知道 女生要被打三次 要打到三張驗賬單 好像感覺好像 我們在買東西一樣有沒有 一次不夠 一次 兩次不夠 你起碼被I pay了三次你再來 以前的話 就是要擠滿三張驗賬單 法官才會受理 才會 才可能會受理 這是什麼濫法 柳姐 我都要氣死了 三張驗賬單 換一張貼印花紙 什麼東西 這個是過去台灣的很多法律上面 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地方這樣子 那也因為家暴法過了之後 所以我們才會有所謂的 保護令 包括緊急保護令 這樣子的一個申請 我們才會有所謂的 一個所謂的 中途跟安置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作業跟機制在這裡面 其實有沒有 這種家暴法的成立 它是有很多 過去很多的這種 受害女性 她們的血淚有沒有 對齊而成 那結果後來 這女的最後怎麼樣 她有恢復正常嗎 本來是應該要告這個男的 可是因為 當下苦無證據 所以沒有辦法告 這是一個 然後再者是一個 什麼問題呢 再者的話就是 後來因為這個男的有沒有 他願意和解 我們知道他有數百萬的一些 這樣子就賠償給這個女方這邊 女方就不告 就是兩個人就是這樣子 協議離婚了這樣子 那這個男的呢 到現在為止有沒有 他又娶了第二任太太 我相信他應該還是會 有這個壞習慣這樣 而且這一位的醫師呢 現在是某國立大學醫學院的 一個有名的教授 現在也在某國立醫院有沒有 然後當主治醫師 國立醫院的教授 國立醫院主治醫師 跟全他們只有他一個 你剛剛說是哪一科的 我一聽就知道了 你一聽就知道了是不是 對啊 也不用麻煩你打電話 不用幫我介紹了 謝謝 剛剛我們如果回到今天節目 一開始看到薛凱莉 在控訴她的前夫顏慣德 說是蓄意殺人 拿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枕頭 細膠枕 細膠枕 對 現在已經鬧得這麼難看了 你覺得這一場 這兩個人的恩怨 會怎麼收長 老師 好 我們就從他們 兩位的生肖來看 這個顏慣德她是60年次 她是屬豬的 那麼薛凱莉她是62年次 是屬牛的 那就本年度 屬豬跟屬牛的運氣來講 屬牛的薛凱莉真的是 真的嗎 真的嗎 是